除了加沙地区满目疮痍以外 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行动也持续升级 以军星期五凌晨接连在西岸图巴斯附近展开突袭 造成两人遇害 其中一人正式是哈马西成员莫哈默拉苏尔 巴勒斯坦消息人士披露 以军凌晨朝莫哈默拉苏尔乘坐的车辆小舍一番 当事人逃生不及浴血身亡 当地红星月会随后将死者遗体移出车外 一群男子则是边哀到边把遗体护送到医院外 不仅如此 以军也在同一天朝土帕斯以南的一处难民营开枪 导致另一名巴勒斯坦人重担身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